你觉得王牌里面哪个游戏你觉得最好 其实都是那些游戏 你来比划 我来猜 又说反话 正话 反说 其实是一样的游戏 每次都换不一样的游戏 他们有一种武器挺难的 就是一大段话 然后看最后能剩下几个字 对 传声筒 那个确实是 完了有一期来一个老艺术家说话非常慢 是那是哪期 我忘了 反正来这个老艺术家台词功底很深厚 然后读的生形并茂 我把那门马上就关了 那个主要是他老呈现中 他给你安排点 就是不太利落的 说普通话 就两个外国人杀的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 每次都看 那你遇没遇见过 那个耳机里真没事 遇见过呀 玩表演 不是 以前是就是 就刚开始录的时候 肯定就是觉得说 我要没事的话 就也假装他有声吧 就是肯定得把这个节目给他录下去 然后现在就是没事 要么就是 就是 演他就真没事 就真听见了 要么就是跟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 说这个里边没事得有声 那我觉得还是那天 那个就是王牌那次也挺逗的 你那里边有歌吗 有歌吗 有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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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好有意思啊 那个我觉得太逗了 当时其实一开始就没反应过来 有歌有歌 就觉得挺对大如流的 后来大家都没反应过来 后来就换下愣了一秒之后 所有人都说你这里边有歌 有歌 你这还能听得见 你还能这样 那次也挺逗的 像我们这种是 像我们属于那种就是得联络所有人 就承担一些MC工作嘛 那怎么说就是这个节目要一起录十几天 二十多天的 二十一天就这帮人在一块 分四次分三次录的 一次七天 也很长 七天也很长 还得是半熟不熟的就给他 对 然后过人就走了 还得记得那七天的情绪 继续在后七天 就是每次我出去玩 一开始可能大家吧 比如不太熟的 还不提这个节目 两杯下去就去 我问一下 你们那个节目里 那谁是谁那谁是弄回事吗 就是会问 主要是就感觉那怎么弄 就像比如说咱大学同学 比如说你有室友最好的 然后稍微就隔壁品势没那么好的 但出了别的地方 你见到他还是亲 就是头发无愧是这种感受的 好多人都觉得那个节目挺确实 还有来个人 那老多机位了 那也是这种机位吗 他有人追着你吗 有 既有这种的 他有人追着的 他有人追着的 完了你没录过那种就是 就是在镜子后边拍你的 单面镜 没录过那个 有 又有人 又有这个 完了还有狗 还有航拍 就路边而已 有都是 但是想干嘛就干嘛 也没主持人 没有 那这一天如果比如说像我这种 去那儿就是也不给自己找话 也没事干 就不像跑男的 就是给你任务要完成的这种 对 那就干单一天 你就玩 这可以真的 不玩就坐着这儿 就也不说话 对 而且他就会剪光晓彤这一天什么也没干 然后就这样 他怎么了 然后会给你配一些花字 他怎么了 然后就一天就 你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名场面 他挺有意思的 他会把你整个都 都呈现出来 对 好 对 人